OK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继续来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雪山的一个环宫的一个对决 这边的话是翻寸打翻寸的一个比赛 最近这个欢天地这个兄弟的话 也是比较有风头 好吧 所以说的话也有很多 对吧 雪山的兄弟来挑战他 观察番的话是拿了一个一数 有一数的话有点似不忌惮 这边的话是一个提名的一个主席 拿了一个一数 就脸边的这个属性很奇怪啊 观察番变得是一个白熊卡 那对面的话应该是一个魔翻寸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啊 观察番的白熊卡的意思就是要卡在对面 配竹跟人物之间 来看一下观察番的这个打法 催眠 不过对面的这个时候宝宝慢 可以摇鬼气 出了一个宝宝没有选的摇鬼气 对面对面应该是个魔翻寸啊 魔翻寸 魔翻寸的话打千回单挑战能打 打这个环弓的话 跟翻寸打的话 那应该是打不了 比赛的话实际回合 宝宝一清掉的话 观察番直接换凌刃了 而且对面出配数没有用 观察番的话是一个卡树的一个手心 卡在对面 配数跟人物之间 催眠的话也 打不起来 观察番的话一把底 选择直接给宝宝加底 宝宝的话比对面的宝宝慢 那还行 OK那对面没有选择拍啊 对面的话一把催眠 对面出宝宝 我们来看一下 观察番这个卡树的一个手心的话 能不能卡在龙龟跟人物之间 那还行 对面这个卡树 卡的比较死 就观察番的话没有能够卡进去 那观察番可以给对面宝宝丢一把零次啊 丢完零次之后的话可能比对面人物慢了 观察番的话肯定是有小号在看血 直接砸钱 摩翻顺 这边的话起零神 对面这个宝宝应该不是个耐法吧 应该就是那种普通的电魂伞啊 对面有形容明镜 但是对面这个宝宝的属性有点奇怪啊 他宝宝四千多点血 为什么看形这么差呢 这个宝宝 对吧 宝宝四千多点血 为什么观察番宝宝一把能够拍一千八呢 给对面丢魂 对面的话有一把形容明镜 比赛的话二十二回合 对面的话趁着形容明镜先分身 就观察番这个属性对面打不了 观察番一把分身一回合会一千多点血啊 对面这么大 观察番这个属性啊 好慢啊 宝宝的话有高级敏捷 对面出了一个高狗魂的小孩 对面的话形容明镜 对面还是有点套路啊 宝宝破分身 先给宝宝顶个药 免得宝宝逃跑 人物般宝宝破分身 就观察番的话 可以看得到没有掉血 没有掉血的话就是对面 打的伤害 没有观察番分身的这个回的血多 所以说观察番的话没有掉血 比赛的话三四回合 对面的话来了一把龙腾 观察番的话起了一把零神 比赛 三四一回合 先要诡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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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的话三四五回合 对面只要给观察番一点点机会 观察番这个属性的话 对面也是没有办法 比赛的话三四六回合 这边的话封死魂 没有封中有点可惜啊 有凝神啊 有凝神没有能够封进去 观察番的话也分身 对面人物快宝宝慢 宝宝也打不了伤害 观察番的话摇鬼气 一把龙卷预计 应该是一千多点血啊 回来一千多点血 只打了一个九十六点血的 一个伤害 比赛的话四十回合 观察番的话也不挤 先稍微 不断对面分身 笑里残刀 笑对面的一个心如明镜 对面这个时候已经断心如明镜了 下一把催眠很关键 风的落魄 怕对面宝宝拍 这个时候可以出那种高级取鬼的宝宝了 观察番可以出宝宝 可以不出宝宝 他如果说打得险 打得健一点啊 就完完全全可以等 对吧 摇鬼气 星魂灵对面宝宝逃跑的时候的话 我再出宝宝 看一下观察番宝宝速度快不快 肯定是有高 哎呦 他直接出杀人一批啊 我还以为他要出一个高级取鬼的宝宝 去对面的一个小孩 这边的话笑里残刀 断对面的一个心如明镜 这边的话应该不会主动换宝宝 请凝神 对吧 凝神完了可以分身 鬼气 惊魂灵 观察番的话是一个提名的一个属性 血也特别多 一回合分身回1300点血 对面一个龙腾1600点血 等于说观察番一回合掉300点血 而且有的时候对面还没有能够破分身 等于说对面打的血没有 就是对面 打的血没有观察番加的血多 比赛的话52回合 这边直接加底 4.0元 就劈对面的一个人物 没有出地杀 对面的话也加底 对面也凶 也不分身了 下一回合观察番的话要封 看一下封落魄还是封吹勉 封吹勉 其实观察番这个番就打的挺好 因为上一把封的是 落魄 对面宝宝没有拍 OK 马上宝宝又要起来了 红丝魂 宝宝起来又可以加一把宁元 笑起残刀 笑对面的一个行动铭剑 直接给宝加底 一把必杀直接带走 可以再给宝加底 观察番宝是一束嘛 对面毛起 可以再给宝加底 观察番宝宝是一束 劈对面的一个小孩 对面的话 主动换了一个顺法 那应该是打不过了 顺法的话 有高级驱轨 观察番分身 这个时候观察番换顺法就可以了 观察番找个机会 等对面破分身的时候 一把封印 封印完之后的话 换顺法就可以了 提前的话 起了个凌神 对面的话 想形容明镜 愤怒肯定不够啊 破分身之前的话 肯定不够 三回合的一个塔 六十几点愤怒而已 对面的话 下回合出分身 观察番的话可以 封个落魄 落魄完之后换顺法 顺法完之后 没换时给顺法加一把底 一赛的话 game over 空的私信 对吧 换顺法 换完顺法 给顺法 加一把底就行了 很简单 对面的话 顶多出一个宝宝 观察番的话 可以继续给顺法加底 观察番再换顺法 对面的话 也是有神用武器 换了个引弓 顺机引弓 七十回合 兄弟们 下集再见了 观察番最近这个番寸 有点无敌啊 兄弟们 没有对手 对面的话 换了个零刃那批 七十三回合 打尽回单交赛 对面可能能够打得过啊 剩下围 压对面 压对面的一个九转 对面的话毛血 应该是最后一把毛 最后一把毛哥 观察番的话 继续打对面的一个九转 观察番这个思路 也打得很清晰啊 最后一把毛了 三把毛了 对面的话也不分身 拼死一波 观察番的话 看一下要不要主动换宝宝 就观察番主动换宝宝 对面还有机会 就观察番不换宝宝的话 就对面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观察番的话没有选择换 精神先行 把毒给解掉 等着宝宝起来 等宝宝起来 那就没有机会了 对吧 一把敌 把对面人物一压倒 对面可能就没有九转了 82回合 顺手二威 一点分身的机会都不给 直接顺手二威点倒对面 别把我加敌 下集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って